最后一组也是公认的死亡之组 好了 血雨清风组来了 有我们之前都非常喜欢 觉得是最强新人的何广志 然后非常不幸 被一个非常好勇斗狠的叫呼喊的人给选了 然后又非常不幸 被这一季不知道哪来一个更狠的人 叫周期末给他俩都选了 这个呢 反正我不知道广志是怎么想的 反正最惨的就是广志 让我们有请何广志 当那个忽兰选我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害怕的 我永远觉得忽兰太强了 遇上他之后很难晋级 到我的时候就只剩下豆豆 庞博和广志了 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说我就选了广志 这是尊重比赛的表现 但是当那个周期末也选了这一组的时候 我就反倒不害怕了 反正他俩确实太强了 我在我们这一组即使输了也不丢人嘛 就赢了那更好 广志有点走不打上去疯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们这一组的阵容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那另外两个对手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忽兰跟周期末 其实这样的你知道吗 本来是这样 忽兰选了我 然后周期末想跟忽兰巅峰对决 然后他又选了忽兰 但是我们这个赛制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就是他俩巅峰对决 然后把我淘汰了 最近出行的话 大家都会喜欢戴口罩出门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口罩可以遮丑 我刚开始我相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 它也得分人 因为有些东西它是盖不住的 你知道吗 比如像我这种人 即使我戴上口罩 就你看不到我长得有多丑 但你从我整体的这个气质当中 就是你能隐约地感觉出来 就是 这个货它不好看 那种感觉就跟刮奖是一样的 就虽然说你刮奖 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 就只露了一双眼睛 但你刮奖刮出个蟹来 还接着刮吗 就给它垃圾分类了 就不刮了 其实我最近反思过 我自己的这个颜值 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 长得不是特别的丑 但我说我自己丑 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 就等于是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长在丑和帅中间的 那条分界线上了 就怎么说 就等于是我的颜值 就属于那种 就进可攻退可守的 像李淡那种 就属于是一守难攻的 因为我们节目 已经播了一期了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 上了那个节目之后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 挣到了很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是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周围 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可以啊 可以 我们家真的离这边特别地远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另外一个郊区 在宝山那边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号圈的终点站那个地方 你们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 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穷呀 真的我们家住在那边 就是如果你没有住过终点站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就我住的那个地方 它交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 我看到地铁站旁边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 起码它有法律 而且我们家还不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 我还要大概在骑自行车 就骑个2.5公里才到家这个样子 真的 共享单车直接就包了半年的 但是包完就后悔了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 没有共享单车 他们骑回来个膜拜 都藏到树林里 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谁从外面骑回来一个膜拜 谁就是英雄 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人就是骑士 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嘛 所以说就会导致我经常地坐地铁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到我们面前 就突然空出来一个坐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她想去坐那个坐 但她第一时间不是去抢坐 她第一时间是他们俩在一块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坐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就特别霸道总裁的样子 那边有一个空座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她女朋友还不坐 她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你坐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 这个坐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我等着一天旁边思考 怎么回事 现在地铁上都有情侣专坐了 是吗 这个坐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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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又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就是故意来炫耀你们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还有就是大家坐地铁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那个地铁上满座的时候 然后所有站着的人都是替补 然后这个时候站在锅道中间的 那是替补里的首发 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坐地铁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嘛 然后每到一站之后 我就喜欢就是不停地看那个地铁路线图 就不停地看嘛 不停地看 然后就有一次有一个大哥 他看到我看那个路线图了 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 就拼命就挤在我面前 就站在我正前方 就这么站着 就这么站着 就这种情况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座位的第一继承人 就这样 但是 但是那次那个大哥 他真的误会我了 就五站了我都没有下 大哥看我一脸疑惑 怎么每一站看上去都想下的样子 但是还不下 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 在上海流浪是吗 我干过这事 就算是流浪都五站了 还没有选到自己喜欢的站吗 你名字不喜欢吗 我发现就是 当地铁上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是一样的 你只有当这个第一继承人这边 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第二继承人 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拿起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你得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才可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发现 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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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我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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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有遗嘱 好 讲证过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有悬念 有悬念 有悬念 比赛之前我就觉得是 我肯定能把场子讲起来 我应该能拿到三灯或者四灯 我自己心里还挺有信心的 我们之前在下面开玩笑的话 就是讲地铁的段子 中国没有人比得格斯广市 我下面这个人 无论多紧张 嘴都是那么硬 就是天底下就没有他怕的人 让我们欢迎呼喊 都紧张 周老板也紧张 谁不紧张呢 比赛不管比多少次都紧张 我现在这个稿子 85分到90分吧 只要有信心地讲出来 其实是OK 那打败周老板 可能这个分数 可能还是不够的 我爸跟我说 他说他怎么就盯上你了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加油 爸给我发了三个这个表情 忽兰的优势 就是在于 他观众基础好吗 忽兰拿出了 所有好笑的存货 忽兰已经迫不沉重了 补方很快了 心平气和的赢 就是最好 我吵 CP 我吵 CP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有名字的 就这么几个破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炒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春 这好 这机真的对我来说太难受了 就是我去年还留下了一些段子 去年我讲了一些什么金融理财的 还有很多朋友感谢我 说是因为这些段子 帮他们家里脱离了金融的苦海 今年年初还有朋友发我私信 说他爸爸今年年初想炒原油 就把我的视频给他爸看了之后 他爸就不炒了 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复杂 因为我自己买了原油 我买原油真的不是为了 什么写段子体验生活 我就是想抄底 我的几个高材生朋友 真的是研究什么国际形势 宏观经济 研究了两周 说可以抄底原油 后来我说亏成这样 我说你们咋研究的 他们说他们在知乎上面研究的 我们七八个人吧 还拉了个群 叫超低小队 后来才知道 那是自杀小队 最后面那个群 变成了维权小队 就你们知道那一天 就油价低成 富数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群里 就整个就是兵荒马乱 就是所有人都在卖 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 就是无他 为首快儿 我说你为首快儿 这好像在哪边课文里面学过 我说就是写咱们的 是卖油翁 我当然知道这些不能碰了 咱就是疫情期间闲的嘛 就有朋友说什么 我不想上班想待着 别 你就不知道你不上班待着 得赔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生活困难 我教你们个疯法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你就把今年比如说 高考试卷 书里话就拿出来 看一看 你也不能坐一坐 已经坐不了 就看一看 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还曾经会过这个玩意儿 另外你再想想 生活再难 客户老板再刁钻 怎么可能刁钻得过 一个光滑的小棒 穿过磁场 又发热又发电 最后问你功率是多少 真的真的 别让自己嫌弃了 嫌弃了还真的 我去年有段时间没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作 真的就 我去看展 你说那个现代艺术展 是我这种人 能看得明白了吗 在看展的期间 我对着一个拖把 足足欣赏了五分钟 还没欣赏完 一个阿姨过来 把拖把拿走了 不知道谁放那儿 缺了大德了 看展玩 还玩到什么 腰酸背痛 然后我就说 那找个地方按摩吧 我就去找按摩 我就去找一个装修 还比较漂亮的店去按摩 进去之后 我会问他 我说你这边都有什么项目啊 他大概率会毁有余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你想想看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这句话就是 倒倒绑架 你知道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能再走了 你想想看这个逻辑 不可能说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我卡扭头就走了 对吧 我说巧了 我找到也是正规按摩了 没经验吧 他说你要找什么师傅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预约 但你要知道 你一旦说没有预约 他一定找一天都没伤过 这种力气最大的那一个 那个大哥就是横着出来的 我趴在那差点给我摁吐了 我说大哥你轻一点 他说你实习证给你摁完 你就舒服了 我说大哥好像摁完你舒服了 对吧 最后摁太阳穴 咕咕咕特别使劲 太阳穴 大哥太阳穴就别这么使劲吧 他说你实习证 我说脑子里又没水呢 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太阳穴就太阳穴 是因为那个大哥 咕咕咕给我使劲上完 我真的在这两个地方 看见两个太阳 后来还没有灯啊 这个有点苛刻 这个太慌了 关键是越讲越慌 你没有灯 我真的还闲到什么地步 后来就是琢磨 疫情期间没事 我还减肥 看出来了吗 就基本上差不多就失败了 对吧 我就特别喜欢公娘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要减肥 是需要周围朋友鼓励的 我特别喜欢公娘这种 一见面就开始说胡话 哎呀你又瘦了 他说你哪瘦了 你瘦了 我看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就特别想掏出来一个秤 争什么秤 秤一秤 而且说实话 一个人决定开始减肥之后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人 是他家里的那个秤 反正我是我一天得站上去扒边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站上去秤一秤 然后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过来再秤一秤 再算一算 我突然有一天翻任性 我说秤的不是体重啊 方法还是挺巧妙的 当代曹冲 而且真的减肥的时候 到半夜特别难受 饿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喝一杯蓝 喝绵羊奶 营养健康 成人也能喝 鼓抱鼓抱 赚钱不容易 这个经历经事 哎呦我的天 但不知道吗 就想叫外卖 就晚上饿想叫外卖 心理纠结 叫吧身体不健康 不叫吧心理不健康 躺在那都快舔那个床了 后来我去查历史 夜宵始于唐朝 人家很合理的吧 然后唐朝人以胖为美 唐朝人太厉害了 控制不了欲望 就改变审美 这还不拍啊 这也不拍 我觉得我就在想说 有一天 我们再也逗不笑你们了 真的别再尴尬 讲这些尴尬段子 我们就说 清通我修 笑什么本事的吧 你憋着不笑才好 对吧 再做一档节目 笑不起来真好看 对吧 可能已经做出来了 对吧 真的你看我就是 经常有人说 我喜欢工作 我不是喜欢工作 就是我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给你找的 自己的这些事 真的不靠谱 有的朋友说 哎呀你跟生活较劲 总保持一个姿态 你该向生活低头 你就向生活低头 你不行你再抬起来嘛 趁生活不须 你再低下 你再抬起来 我说大哥 你这好像不是 在向生活低头 你这是在向生活磕头啊 好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谢谢 真不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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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他两次都遇到周老板 我感觉他老头母了 他已经被架到那了 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期待 你一旦有一丢丢 没达到那些期待 大家就 嗯 不行 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今天聊一聊孩子吧 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感觉 现在的小孩 真的特别的辛苦 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你们知道 现在最新兴的一个少儿培训项目是什么吗 特别火 编程 编程 对 少儿编程 六岁的孩子就让你去学编程了 我在想六岁的孩子学编程 不会很困惑 学完以后回到家 爸 妈 你们让我学的这是啥呀 一把一把掉头发呀 那是啥 我牙还没换完呢 头发就没了 再说我想穿小熊的衣服 不想穿格子的呀 天天都是格子的 不想穿格子的 但其实我理解 每一代人小的时候都不容易 比如我这一代人小的时候 难在哪呢 就是你在学校 如果你成绩好 你不能表现得高兴 怕别人觉得你骄傲 反正我当时是这样 如果老师在前面宣布成绩 说这次咱班期末考试 第一名 我在下面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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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末 我的眉头立刻会皱起来 那个表情就是 为什么会是我 然后这个时候呢 班级里那几个学习好的学生 会向你投来那种 鼓励而仇恨的微笑 这个时候 一定要跟他们眼神交流一下 小声交流一下 对吧 一定要这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会提瞎写的 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你啊 肯定是你啊 我不知道 算错了 周期末上来拿卷子 去了去了 谢谢老师 怎么搞的这次 就一定要特别地虚伪 因为你一定要做 老师心目中 那个谦虚的孩子 因为在学校 所有的东西 都是老师一手控制 一手指挥的 连合唱也是 你们还记得 小学的时候怎么合唱吗 大家站着一排一排的 老师站那指挥 唱送别 预备 起 唱听外 手别动 古道边 白头 芳草碧莲天 带点感情 带点感情 外头人夫 六地烧残 看老师啊 西洋山 外山 对不起前排你掰了啊 天之呀 地之 唱完以后 老师还要夸 看这群小天使 多可爱啊 天使啥呀 天使 谁家小天使 颈椎这么不好 读课文的时候也是 一定要齐读 好好的一篇课文 一起读 就变成那个样子 预备 起 秋天到了 叶子黄了 一群大雁往南飞 他们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 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 你发现没有 你在哪儿停顿 完全不取决于标点符号 就取决于你这口气 还有多长 每天晨读 我们都有同学缺氧的 读着读着 我怕是排不成一字了 你们排吧 还有写作文 一定要大家写得有文采 很多同学不知道 作文怎么才能更有文采 所以呢 就会编一些名人名言 然后安在鲁迅 富兰克林 爱迪生这样的人头上 关键你编完以后 交上去 老师批的时候 他也很懵 他也不敢确定这句话 是不是这个人说的 批着批着 我确实没有读过 富兰克林的作品 但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 是不是有点太社会了 富兰克林是这种人吗 再往下看两行 爱迪生也说过 少个敌人 少赌墙 绝对是扯 帘都对上对帘了 富兰克林说 我给您出一上帘 爱迪生说 您来了 当然在我的印象里 整个学生生涯 最难的不是什么作文 最难的是英语的听立体 因为你答所有的科目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对吧 只有答听立体的时候 必须按照他的节奏来 你的注意力会特别的集中 因为你知道 有些话 一旦错过就不在 那个广播一想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 to the passage Th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Passage one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说这个五斤喇嘛 他不要来个喇嘛 叫鲁喇嘛 这个喇嘛 喇嘛跟家里喇嘛 Question one 啥巴手里抱的是什么 这儿还不拍灯啊 这四个人咋了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同学 就是听立体放完以后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心里在想 什么意思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一个没有啊 这不最后应该拍吗 为什么 这不没拍吗 整体上拍吗 周青梦就是 他需要他的东西 在剧场打磨过很多次 到他觉得舒适 且优秀的程度 然后才会拿到电视屏幕上 才会拿到节目里来分享给大家 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 但是前面的广志跟忽兰 讲了非常强的段子 然后整个的比赛的气氛也很紧张 然后在这个时候 周青梦你再去讲 童年去世之中 就观众可能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寡淡 是不是有点普通 是不是有点简单 你们写死亡之组 然后节目组呢 也把你们放在最后一组 就必然会受到这样的期待和压力 比赛就是这样 公平不公平 它都是这样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从出场顺序开始 那边那仨 很紧张 因为这个真的有点猜不到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何广志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之前觉得何广志挺危险的 我相信对于这些厉害的人来说 都是欲抢自抢的 绝地求生可能是对人很好的一个刺激 大家可能都在开广志玩笑说 他这次成了炮灰了 但我觉得 广志真的是在这次演了自己的 反正你要是想拿冠军的话 你早晚要遇上他们的 那就起早就遇上他们 他就比了他们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何广志最终的得票情况 哇 太励志了 这节目太励志了 好 进起了 进起了 广志太牛了 预棒相争 广志得意 哇塞 也不一定 还不一定还没结束呢 恭喜何广志得到169票 非常高 非常高 是目前的开明第二的得票吧 然后 他窝了啊 到底会不会发生 本来说 谁先打架 殃机持鱼 结果持鱼 站起来了 对 让我们来看一下 忽兰 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觉得表现还行了 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 节奏可以再紧凑一点 但是我其实有点 刻意去要方满这里的速度 忽兰的优势就是在于 他观众基础好 他的劣势就是大家 对他的期待太高了 忽兰这一季 我感觉好像都在找寻 自己原来的节奏 他去年的节奏太好了 因为按照他去年的状态 而这一套已经炸到 非常非常炸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忽兰 最终的得票情况 1.58 不到 也不到 非常高 非常高 恭喜忽兰得到158票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 周期末 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今天自己的发挥 我个人认为还算可以 就应该没有失误 周期末他的优势就是 周期末太稳定了 他直接往上一讲 他等着我们俩发挥市场 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那样比 现在选了 现在广志和 现在是广志和忽兰很好看 让我们来看一下 周期末最终的得票情况 136 预测是完全相反的 跟预测完全相反 跟预测完全相反 就应该有这种戏码 然后 on the ground 选手 干掉了OG 对 对 对 就太震惊了 就完全想不到 就我觉得即便是剧本 也不会这样弄 就是 太意外了 我们都崩溃了 就 就啥演法 这一组都是高分 周期末得到136票 三位的表现是无愧于 死亡之组这个称号的 因为全部都在130票以上 刚刚 好像没有这么高的平均票吧 对啊 就是对 都是从头水平已经到了 你们好是邱瑞 我今天入职效果文化了 还挺不适应的 我就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闲的工作呀 好久都没挨过骂了 我最近一次挨骂 还是我领导成路 指着我鼻子说 你喝那么点养鱼呢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都没见过凌晨4点钟的太阳 现在天天在酒吧开始说 主要凌晨4点的太阳 它也不好看 你也看不清 有时候有两个 有时候有三个的 九竹上挺看爱你的社交能力的 是吧 我就挺差的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色恐 我最害怕碰到的人 就是另一个色恐 我们两个人聊天 就没有什么对话的概念了 那就是互相提问题呀 问完你大学在哪上的 就问你高中在哪上的 然后开始问你 高中老师是谁 这不都是密保问题吗 咋的 两天偷我Q号去 我们社恐最害怕去的地儿 就是牟底拉 你就觉得这帮服务员 就不接受人与人之间有边界呀 你有时候都没看见他们的招牌呢 就已经看到他们的迎宾了 当你目光一不小心 跟其中一位对上那一瞬间 你就知道这把完了 今天只能吃牟底拉了 我坐在桌上 我就感觉他们默认我上师行动能力了 我只是说了一句 我想喝双梅汤 我感觉我就正式加入他们的流水线了 一杯杯给你倒也不知道个停啊 我都吃完饭了 我想着临走之前把这杯喝完呗 等我起身穿衣服的拱子 又给我买上了 我回来之后看到这杯双梅汤 我都蒙了 我说我刚才到底喝没喝过什么 怎么硕大一个火锅店 就容不下一个空杯子呢 你感觉在这个地儿都玩不了 那种时间静止的快闪 你就不管把时间停在任何一秒 都至少有一个服务员正在倒双梅汤 我喝一口给我买上 喝一口给我买上 我感觉喝的稍微慢一点啊 直接到我嘴里拉 我这喝这个双梅汤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自己在做一道进水出水的数学题啊 我甚至有点理解里边那个游泳池了 就有人一直给你碗里倒 你都不知道要不要排出去了 我正想着怎么把这点水排出去呢 我朋友突然站起来了 今天邱瑞过生日 然后服务员看了我一眼 当我跟他目光对上的一瞬间 我就知道这把我完了 那首歌要来了 来吧 跟所有的烦恼说嗨嗨嗨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为什么那么多 哎呀我好毛利 当时场面就跟现在一样尴尬 我跟服务员说 哥们啊 我不配这种服务啊 要不我充个会员吧 哥们说不用 咱这服务都是免费的 我说我就是想充个会员 跳过你这个服务啊 大家都知道开场演员非常难 也希望 而且他最近的人生也很难 对不对 有的人离开了这个舞台 有的人离了 对吧 然后呢 欢迎今天的开场演员成功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舞台啊 这个 我现在是一个独立男性啊 这个准确地说是一个被迫独立男性 所以我真的没事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你们不用同情每一个离婚的人 你们同情rock就好了啊 真的 别别别 真的 我现在出去演出真的都没有人笑了 感觉台下观众都在想 刚离婚就来逗我笑 有没有人性啊 我在心里想 我刚离婚就来逗你笑 你还不笑 有没有人性啊 真的 我现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山东男人了 因为海员的抚养权已经归我了 我会好好的抚养他 给他买好吃的好喝的 弥补他缺失的母爱 是吧 毕竟他还那么小 我要给他报培训班 让他学英语 尤其要上五腰talk在线 青少尔英语 和真人外国老师一对一事实互动特别好 现在下载5腰talkAPP 还能免费视频 好 一上来就说广告啊 让你们看看一个被迫独立的男人有多聘 不要使出吃奶的力气 说到奶啊 这个 没了没了没广告了 不过我家最近确实多出来一个闲置物品 一套上下铺 望铺转让 为什么是望铺呢 因为我俩因为这个上下铺 事业发展的可好了 所以推荐给那些感情很好 但是事业还不够好的伴侣接受 但是呢 他只保事业 不保感情 真的不保感情啊 而且现在 其实也没啥 离婚的人越来越多了 上海的朋友应该知道 上海出租车上 甚至都印着一个广告对吧 手把手教你挽救婚姻 然后留一个电话 这个没有用 我有朋友打过 他就 每天打电话倾诉 我打了很多天 最后还是离婚了 他跟手把手教他挽救婚姻的那个人在一起了 因为他就觉得对方特别理解他 哇 跟他比起来 我的婚姻算个病 我最后没有打这个电话 因为我不想跟那个人在一起 其实我跟斯文都很乐观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 记得我们去民政局办手续的时候 我俩还在互相抛梗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旁边的人还跟我们说 结婚盘那边 我俩说 我俩是来离婚的 说哦 那看来是要买房啊 不给个灯吗 而且我发现民政局的墙上贴着一个宣传话 叫做夫妻相处十大原则 应该是给结婚的人看的 我俩仔细地看了一下 发现第一条就是 不要在公众场合互相接断 我俩相视一笑 吐槽大会算公众场合吗 我不仅想起了吐槽大会的夫妻专场 有我俩 有阿娇他俩 还有秦浩 易能静 祝秦浩 易能静好运 对我拍 对我拍 原来是秦浩老师的朋友 我觉得他俩肯定没有事 你想一想 易能静想离婚 秦浩 腼腆一笑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而且其实离婚之后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反思了 我发现我其实不是个废物 我还是很有用的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除了是我们公司的总编剧 我还是我们公司的交际花 男公关 我经常陪客户喝酒 逗客户笑 让客户下单 我太喜欢应酬了 客户都怕了 说陈老师 我们的单早就下了 今天就不喝酒了吧 我说下单了 那得去庆祝一下 所以我每天还很开心 就工作完哼着小曲 哎 应酬去了 而且我在酒桌上真的可好笑了 比我在舞台上好笑多了 观众朋友们 不要让我在酒桌上遇到你们 不然我会笑到让你们投票 记得投票啊 然后 我知道2020大家都很难 但是对于有的公司 有的人尤其难 你们猜猜我说的是哪个公司 哪些人 你们也不用喊出来啊 这个 但是我们是做喜剧的 你们不用同情我们 你们笑我们就行了 因为如果你们不笑 我们就更难了 好 最后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你们笑吧 大家好 我是沐川 三分之一太难了 你们也知道是 这个赛制是我主动选择的 诚哥的 我是赌他没有关于婚姻的 更多素材了 直到热搜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一败涂地 其实我就在想 那婚姻这个事 劲儿那么大 我接点什么 劲儿更大的段子呢 想了想 只有我小时候 我爸打我的时候 劲儿特别大 所以聊了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爸真的 管得我特别严 看完电视 还要给电视降温 在上面放好多冰袋 我爸散布回来 一抹电视 凉得扎手 后来呢 听说酒精是可以降温的 就在电视上面 抹上一层酒 有一次我爸回来走了 就看见我端着 半茶碗子酒 但是那时候小啊 你也不知道 偷看电视被揍得厉害 还是喝酒被揍得厉害 我爸就说 你干啥呢 我说啊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 我想喝点 后来呢 还再改进方法 就是我们家是住平房的 我就把门口 那个下水道井盖子 弄松了一点 我爸经过呢 咯咚一下 我就知道我爸要回来了 直到有一天 听到的不是咯咚 而是扑通 我就知道我爸 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那天特别的嚣张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了三个多小时 最后还是我忍不住 找人把它捞上来的 有时候为了看电视呢 甚至得装病 想让那个额头去热一点 就把头放到暖气片上 南方观众知道 什么是暖气片吗 知道 然后就把头上烫了两溜 大炮 但是还好又能请假 看电视了嘛 然后还没好利索 就被我爸哄着去上学 有的同学就好心提醒我 说这个二郎神啊 是额头上有个眼 不是额头上有个二 还有的同学呢 老想摁我头上的泡泡 说按泡泡特别解压 最亲烈的是我们班长 我们班长说 你怎么这样啊 咱们老师都强调了多少次啊 不让汤头 后来换了一种方法 就是叫做摩擦生热 就是拿着那个温度计 快速地在隔着窝摩擦 有一次装病的时间 有点久了 我爸又给我测体温 就说 哎 儿子 你这隔着窝里 怎么那么多老茧子呀 他这玩意儿都太 太邪性了 邪门 我爸是教体育的 每次我们老师说 体育老师生病了 所有人都看向我 说你爸能不能争气点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我爸掉下水道里 买脚了 他们说有点威胁 我成哥好像还好 有点散 然后看家长会的时候 特别方便 我爸开完家长会 回来就要揍我 说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真丢人 我说爸 我丢了人 你生那么大气干啥呢 我爸说是我揍人 我说那你丢了人 凭什么揍我 然后 有时候我爸就说 那你能不能争争气 去考课第一 我就告诉他 那你能不能争争气 抢一届政客 有时候我爸有事 就会麻烦我英语老师 送我回家 我们英语老师人挺好 就是嘴挺碎 一路上不停地问 自行车用英语怎么说 卡车用英语怎么说 去你家的路用英语怎么说 然后我们就迷路了 但是还好 当时我也考上了 我们的重点高中 就是特别侥幸 因为那年的英语 昨天其实交通 但是跟不上嘛 我爸就说 你要不要去学一下美术 试试转特长生 当时我就试了 但是你知道 我们当时那个美术班 特别地散漫 就是唯一全情一次 还是听说班里要画人体 那天班里应到38人 10到43人 然后就看着一个大爷 咄咄嗒嗒嗒走出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就是大爷是80块钱 女模特是180 然后当时班长当机立断 发起了一次众筹 出来了180 请来了女模特 然后我们就看见了 大爷的老伴 这个挺好笑的 大爷的老伴 那时候就特别 怕听见我爸说 听说你最近 跟小兵走得挺近呀 这是你这个年纪 该干的事吗 让你妈知道 非得揍死你 现在大了 反正怕哪天 我去跟我爸说 听说你跟王阿姨 走得挺近呀 这是你这个年纪 该干的事吗 让我妈知道揍死你 我爸会跟我说 别胡闹 那以后可能是你妈 谢谢大家 我是沐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我们这个组里面 唯一一个没结过婚的 然后我接下来讲的是 关于我初恋的故事 我觉得也正好让两位 已婚过的男士 重新回味一下 什么是拥有爱情的滋味 好的 就是这个事 其实得从我当时军训开始 我那时候觉得军训 特别没有用 我觉得军训 就是为了锻炼我的听力 而且教官也是这个 目的发号施令的 都能听懂是吧 加大难度 我说什么样 快 你觉得我不够快吗 让你跨立 然后还有向左转向右转 我觉得这玩意 一点用都没有 向左转向右转 唯一一个用处 就是能够让你在刚上学 谁还不认识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知道 你们班分不清左右的 那个傻子是谁 但是军训 你必须承认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融入集体嘛 然后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我和我的初恋 就是在军训的时候认识的 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俩在向左转的时候 相遇了 我这辈子真的忘不练 他看见我脸第一眼之后 就情不自禁地不斥一笑 然后我也说出这辈子 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说笑容不笑 是你赚饭了 就是这样在一起了 然后他真的哪都好 但是他只为有一个问题 我接受不了 他特别喜欢在学校里面认哥哥 就是 翻班班长是他哥哥 学生会主席是他哥 然后田径队跑步的演示是他哥 我感觉走哪都是他哥 我就纳了闷了 我说我找了个孙二娘吗 他有105个哥哥 但是你知道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会接受他的一切 包括他的哥哥们 我后来和他们哥哥们处得 都真的非常好 而且也正是因为 脱了他哥哥的关系 我才进了我们学校 最厉害的一个组织 六种气皮狼 其实真的 你喜欢到一个人到最后 不问恋爱多么开心 最后你还是要见家长 我当时心情特别忐忑 因为他的家庭条件 真的特别的好 然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真的 他爸爸约我出来的时候 我真正意识到了 我们两个人家庭层次 这样的那个距离 因为他爸爸约我 去陪他打高尔夫 我高尔夫真的是我 这辈子见过最讲究的运动 你知道吗 就是连穿着都有讲究 小皮鞋 西裤 抛落衫 然后戴着帽子和墨镜 手里处个杆 我球呢 而且高尔夫连动作都有讲究 就是这样子 你注意啊 你脖子的仰角 就是你球的高度 你这个 你这个动作持续时间的长短 决定你球的远度 出硬核心了吗 没出是吧 没出我再看一会儿 而且人家每个人会配有专门的球筒 球筒会说 哥 球在这呢 没打着 后来我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我忽然发现 高尔夫其实不是一种运动 高尔夫是一种社交方式 就是他爸爸和那些有钱的朋友们 就一边娱乐 一边休闲 一边谈谈钱 聊聊项目 除了高尔夫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运动能够一边休闲 一边聊项目的了 我能跟他爸爸一边打篮球 一边聊项目吗 哎 刘叔 最近有个项目 特别的不错 收益率百分之 八点几 你要不要 考虑一下 刘叔已经被我晃晕在地上了 这个段子我之前在线下讲过 然后突然一个观众站起来跟我说 你走步了 然后打完高尔夫之后 他爸爸就说我和他女儿不合适 然后他也不告诉我什么原因 我说为什么要输出 为什么 是因为我走步了吗 开个玩笑 开玩笑 其实当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心里明白 当时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家庭不太合适 但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我家庭不好 不可以在一起 然后在我的追问之下 他就为了搪塞我 他说出了一个特别 特别奇葩和 而且让我无法反驳的理由 他说 我觉得我女儿跟你在一起 是没有福气的 因为你没有耳垂 这一句话直接被我干懵了你知道吗 不仅我懵了 我的耳垂都懵了 我都感觉一会儿谁抖了一下 哎呀我这么重要吗 就是我真的曾经幻想过 比如说有的男的可能因为他缺少某些器官 会影响到他的婚姻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辈子缺的那个器官 居然是耳垂 而且这个理由荒诞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说你结婚了 你出家都不要求你长耳垂 但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 就我小到来用别人用荒谬的言论 然后羞辱了之后 我还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地步 我从他们家离开之后 我就一直在哭 我一边哭一直反问自己 我说梁门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长一段有福气的耳垂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就暗自发誓 我一定好好努力 努力赚钱 努力奋斗 等了我有钱之后 我就去医院封耳垂 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 大大方方地去找他爸爸提亲 提亲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空的手去 我两个手提出 我封满的耳垂 然后我还要跟他举行 最盛大的婚礼 我要让所有人见证我们的爱情 真的 我都想好了 我们在台上许下爱的诺言 台下坐满了亲朋好友 和他105个哥哥 其实失恋还是真的很苦涩的 其实失恋还是很苦涩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真的 我就像丢了活一样 我都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了 然后我就在街上游荡 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向右转 我一下子看见了一家小门店 那个小门店的玻璃上 贴了八个大字 一下子就点醒了我 让我觉得 他爸爸口中说的那个 服务器 其实根本是一种非常廉价和不值一提的东西 那上面贴的八个大字是 猪耳朵八块钱一斤 谢谢大家 我听我还没有讲完了 我真的只是想谢谢大家 我就想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 不能带上去什么 这个好 这个我第一次就 这是啥 这是啥 因为我真的想过 我真的想过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早地走出去 还是因为我年轻对不对 如果现在我都快奔三了 再因为这些事 吃吃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还能怎么办 谁还能帮我 还好有跨境品牌产存 补充身体营养助力多为人生 这次真的完了 谢谢大家 蒙恩还是厉害 都看清楚了可以 蒙恩选的时候有压力 好好配合 但现在实际没有压力 谢谢蒙恩 本场观众一共有170位 好吧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们按照出场顺序 首先要公布的 就是成路的最终得票情况 他们的实力 其实都挺不错的 这组看状态 其实他们就属于那种 写的能力就挺强的 但是杨蒙恩比那两个 感觉表演的时候情绪 更丰富一点 成路跟孟川 就是表演的成分比较少 可能成路会稳定一些 然后孟川的心态会好一些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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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蒙恩 杨蒙恩好悬 杨蒙恩突然就悬了 很高 恭喜成哥获得149票 那么我们接下来 来看选错个对手 但是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孟川 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觉得孟川的文本 我感觉略胜一筹 孟川就是因为他的稿子 没什么大的起伏 然后不会有太多情绪上的传达 你童年去世接不住大情绪 感觉没到啊 好 我们看到孟川最终得票是91票 再说一下规则 本场三人 一人淘汰 一人待定 一人晋级 那么我们看一下杨蒙恩是否能够超越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杨蒙恩最终的得票情况 可以 带定太惨了 完了 杨哥又近了 这个 就是怕观众看不懂规则 对不对 太残忍了 大惨了你们真的是 杨蒙恩快把麦给孟川 快 聊一聊实至名归的感觉 没事 去年上了一期嘛 今天订了个KPS三期已经完成了 挺好的 太让人心疼了 超哥还是让你们收 然后现在我觉得 就是比赛的难度已经远远大于看孩子了 然后孩子的成长也需要父亲 回家看孩子 孩子的成长还需要完合棉牙奶 对 这个临走有什么跟我们说的吗 没啥了吧 大家加油吧 这个孟川其实今年还是挺可惜的 因为之前表现都一直非常好 是吧 然后这一组实力又正强 有点强 这个结果我相信你之前也想过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还是有点数的 好那我们掌声欢送龙川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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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票数成路将进入待定继续争夺半决赛的资格 请诚哥去休息 好谢谢大家 诚哥帮忙的 其实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可以 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讲这个话题可能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诚哥这一季就是责任感更重了 他以前的责任感在幕后 但是这一季呢他学会对自己负责 我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就是要对自己负责 杨伯恩恭喜 竞技 咱们 咱们好歹也是艺人 干什么 这动作都这么滑稽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黑马 新的一批人 他的思维方式 就是会跟你不一样 然后呢 他就会出现一种 让你觉得这是个什么破玩意儿 但是你又不得不鼓掌 觉得真是棒 就是这种 文恩的话 他就是一直在 节目中当中进步 文恩也有水平真是不错的 而且他会越来越不错 我觉得这孩子快成事了 杨哥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很 所以就近了 很好很厉害 我去那边 好 好